真的有蟑螂啊,蟑螂在里面按加了 这个蟑螂还有点耳机 然后这个估计就是蟑螂料宝的啊 不开机,我们来看这台啊,这台是不开机 插的,电源的时候我们能看到 电流啊 18 按下开键我们来看一下 有反应啊,有反应 然后呢 我们看实际情况的时候,发现壳子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蟑螂石还是什么的 蟑螂的窝 然后这里 腐蚀很严重 然后呢,从这个主板,我们也能看得出来一点点 哎呀,有点 有点尴尬啊,这个机器 我们来看 真的有蟑螂啊,蟑螂在里面按加了 这个蟑螂还有点耳心 然后这个估计就是蟑螂料宝的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有氧化的这种 腐蚀的 特别严重啊,我先看一下这个 电流有没有对地 电开栏我要调到组织上 正常的,这颗电流看似 很恶心,但是正常啊 接着我们还要找寻其他区 先把这个蟑螂hold上 给它翻边上,做个纪念的一下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这里 这里 哦,还有这里 这还算是严重了啊 这个不简单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区 那这个机器搞不懂了 不可能说蟑螂在这里面按加能搞成这样子啊 然后这个机器基本上已经锁定了啊 电容爆了 好像是电容爆了 不是不是不是 没锁定啊,没锁定 电容没爆 没爆啊 啊,我先把它全部看完啊 先把它全部看完 其他的 其他的基本上还好啊 这两个挪开 毫无恶心 好了 然后我们看刚才这 这几个电容特别严重的这里我先给他再测一下 很简单啊 测出来的是负的 负的说明是有电的 所以我现在要把电断掉 然后这个电容肯定是正常的 那电没有啊 正常 正常啊 这些到正常 那还有这个区域 这些电 在饭店也是正常的 来了 好像有一个 铃声放大管啊 但是我们就不说铃声拿 就喇叭了 有一个喇叭的九脚管 好像腐蚀特别严重 如果是 这个腐蚀特别严重的话 那应该下面是创电的 就是这个 我先拍个照片 然后可以修的 好 发现一个 第一个不对的地方就是这里了 那我顺便把其他的也全部洗一洗 我就不拆主板了 然后我把这个九脚管拿掉 吹不下来 我要加大分量 嗯 底脚有一个脚已经氧化没有了 我先把它拖掉 一个脚氧化没有了 还没看出来啊 这个机器就算最近修复的话 我估计还要把底脚挖出来接线呢 这有点 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啊 直接就是 它拿掉了 然后呢 开机了 风扇转了 然后呢 现在电流正常了 但是这个区域它怎么会影响到 开机 有点说不通啊 如果这个九脚管的话 喇叭声音放大了 是不是 正负 然后呢 信号的速度还有一个1.8的开启 机脚就是有点不应该 正有点不应该啊 好 然后机器已经修复完成 哦 还有问题 好像背光不亮 但是 我已经看到有东西了 好 我们也能听到当一下开机的声音 哦 有有有有有 那刚才应该盖在那里的时候 它应该那个 默认到屏幕是盖的 所以它没亮 那是正常的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啊 然后呢 我要把它挖出来 然后呢 上个芯片啊 然后呢 让它这边的喇叭正常 好 再见